好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車拉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款遊戲叫東方Lust World 它是以東方Project系列為作為這個故事原型啦 然後它是一個回合制的彈幕卡牌類的RPG遊戲 那劇情的方面呢 就是延續東方Project系列的一個作品的背景設定啊 圍繞著這個幻想箱 由於裝這種異變產生了 那這次的異變是什麼呢 就是因失去的一個話語叫做Lust World 那我也要查明這個異變的背後的真相嘛 所以我們玩家就要跟著裡面的這個靈夢以及我們的物語魔理沙 對 就是去解決 然後呢 跟著眾多的角色展開一點串的冒險 好 我們開始遊戲啊 好 我看一下我們的首抽這抽什麼呢 這遊戲呢 首抽算是蠻...蠻重要的 中間這隻固定會給你一個 如果是妖夢開局的話呢 那不錯啊 啊如果是伯利靈夢開局就... 欸 是妖夢開局 啊 這就是比較歐洲人的 啊 就是我這種人 對對對對 好的 那我們遊戲呢 在剛開始首抽之後呢 在故事看完這邊 第一個呢 再來可以進行第二次的十連抽 嘿 那如果說各位 要刷首抽的話 就是這兩次 對 你可以考慮一下 蠻快的啦 好 那因為... 首抽的部分呢 其實有人覺得重要有人覺得不重要 就看各位怎麼樣覺得 那基本上 我建議啦 如果你要開局比較舒服的話 大概抽個兩到三個人 比較OK 像我建議的話是開局可能至少有妖夢 再加一個...優優子 但是優優子本身只能靠第二次抽到啦 然後...或者是呢 可以抽一個零仙 對 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會抽到什麼東西呢 這遊戲呢 抽卡呢 需要這個...賽前跟... 跟我們的這個...封結晶 欸 彩色的喔 看來是一定有一個五星的 好 巴雲家的人們呢 這張的會閘算是相當的不錯啊 欸 兩張五星喔 鴨天狗 是我們的文文 再加黑白跟紅白 那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這遊戲啊 他每一張的這個會閘啊 上面都有一些人物或是一些故事的設定就是了 那...算是蠻用心的比方是在於說... 他每一張都很漂亮 而且...甚至呢 都有一些特定的功能在 所以每一張都有他的功用在就是了 然後呢 他故事會讓你繼續探索下去就是了 那我們先照著他的節奏 先去再探索下一個地方齁 我們先繼續跟著這個故事先走一下 大家大致理解一下這個故事在幹什麼 喔 他說我們剛才飛出來一些東西就是類似這個集卡車的概念啦 備忘錄 對 然後就是你們抽到的那些會閘啊 或者是一些夥伴的集結在裡面這樣子 對 然後呢 只有我們可以看 對 因為我們是玩家 他說這裡面分為兩種是一種所謂的某人緣分之物 就所謂的緣 然後 我們的那個禮裝的話就是部分就叫會閘 風景化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只要在玻利神社解開一下這個封結晶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祈禱對不對 就是跟著求個圓 那這緣分或力量呢 就會被我們這個筆記本給封印就是了 沒有 應該說剛才那個抽卡的部分呢 他有可能出會閘 也有可能出圓 圓就是所謂的會出角色 會出我們的夥伴 好啦 那我們就要跟著玻利夢去冒險就對了 好啦 那我們先回到主介面一下 這邊是夥伴 就是我們跟我們結下圓的部分呢 可以在這邊掐看 然後這是會閘 就是剛才我們抽的那些 組隊的部分在這邊 然後課題就是所謂的每日任務或是每週任務啦 首先是這個 新手衝刺的部分啊 這個到時候帶各位這個正式公測的時候呢 也會出現這個 新手衝刺 那只要到第七天呢 就可以直接獲得我們的東風谷早苗啦 這是新手衝刺的部分 你看開始 Day1就可以 登陸七天就有了 再來呢 這遊戲畢竟是在10月26開始嘛 所以會有這個 主線探索掉落兩倍的活動 這個 如果說各位要衝開服的部分的話 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這遊戲的道具 其實沒有這麼好掉 所以 把握這剛開始的這兩倍的部分呢 可以讓你衝刺的比較快 再來呢 這遊戲在一剛開始的部分呢 就會開放一個 限定祈願的卡池 由我們的八雲子 以及我們的池木華散 會在本次的祈願中登場 會再從10月26號到11月1號 那另外呢 他們也會有所謂的 開服獎勵 但我這邊好像看不到 欸 會有個 東方的開服獎勵 那他會連續有這個 1到10天的獎勵嘛 那前面的部分是賽前 然後後面會獲得一個叫會閘助詞 以及我們的替身人偶 那會閘助詞這個東西呢 就是 他可以必定抽到一個4星以上的這個會閘 然後替身人偶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取代一個角色的突破 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夥伴的部分 好 我們首先以這個魂魄妖夢來講好了 這遊戲呢 它機制還蠻多的 像是說 這個部分是所謂的 它的幹勁 就是所謂 我們叫心情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信賴值 好感度 那詳細的部分呢 這邊就會有分說 這角色有射擊 有集中嘛 還有它的浮卡 那浮卡的部分呢 會根據你的界線突破 去一一的做解放 當你解放到第三階的時候呢 就可以解放最後的這個 last world的這個浮卡 那氣質呢 就是顯示這角色的 怕什麼 以及不怕什麼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一次一次看劇情的部分 裝備的部分呢 就這邊可以裝備你的這個禮裝啦 我們叫會閘 假設我們先裝備這個 先隨便裝幾個 我們叫所謂的突破啦 對 突破要同樣的角色 或者是呢 我們剛才說的 會有所謂的替代人型嘛 就是替身人偶 它裡面叫替身人偶 這個東西呢 每一個禮拜的周刃呢 會獲得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周刃嘛 課題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部分就是 各位一定要解 然後在每周的這個地方呢 會有這個 這個 他沒辦法點開 這就是所謂的替身人偶 那一個月呢 可以獲得五個 一個月可以獲得五個 就是包含一個月的月登入 跟每周給一個 所以總共五個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只要遊戲玩得久 就一定可以把角色給升上去 給突破到滿了 好 設施的部分呢 這個神社呢 就是我們的 可以獲得我們的這個 我們就叫做零P 欸 我們可以當作是體力就對了 那這個體力呢 就是每一次 你們派出去的角色 你的組合可能說 你派一隻是五 派兩隻是十 一次派滿六隻 可能就是三十 然後呢 根據星數的不同呢 所消耗的這個零P也不同 那這個零P呢 也是根據這個 你所需要花費的這個賽前啊 可以提升你的這個等級啊 再來呢 這個賽前箱呢 就是各位最主要的花費來源 我們要這個抽卡 也是要耗這個對不對 要提升這些設施呢 也是要這個賽前箱 所以這是最主要的軍演收益來源 再來呢 可以看到這個四子屋 那這個後面才可以開放 四子屋呢 簡單理解 它就是可以放在裡面 然後提升好感度 提升你的等級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厚宅的概念 到場的話呢 就是可以去訓練你的技能等級 好 這遊戲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基本上分為這個擴散跟集中的兩種射擊模式啦 這個東西呢 是回收率比較好的擴散射擊 但是傷害比較低 然後右邊呢 是所謂的集中射擊 你可以看到這個這邊50CP嘛 這跟53CP這樣子 所以我們通過不斷的普通攻擊呢 會提升這個level 會增強一些些的攻擊 一些些啦 好 這裡開始介紹所謂的屬性彈幕啊 他說帕球裡的耐受屬性呢 非常多 就是 基本上呢 火水木金土他都不怕 但是他怕什麼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金色的箭頭向上 所以他怕的是星屬性的這個子彈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boost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把他發動第三階段 會有這個特別額外的星屬性攻擊 然後呢 這個所謂的護盾 每個角色的護盾值不一樣 像他的是一格 所以呢 我們只要透過boost 強化到三星就會有看到他的子彈啊 所以看到我們現在的靈力已經來到了這個三格 然後我們就把他按下去 按一次 兩次 三次 好 有沒有看到 當我們強化三次之後呢 會發現他多了一個第三階段 有一個星屬性的子彈 那這東西呢 就可以達到他的弱點 所以我們就直接按這一招 集中射擊 424直接一波帶走啊 另外一個其實 東方這個系列這麼好 會那麼喜歡吸引我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每一個角色都有他專屬的BGM 尤其各位剛才有人說到說 這遊戲角色有沒有聲音的部分 這個地方 詳細資訊呢 他會跟各位介紹說 他是魂魄妖夢 在位於明界的這個白玉樓裡 擔任劍術之導的這個原藝師嘛 然後呢 他聲音可以做變更 好 你看 今天我們可以切換聲音一下 每個角色他有三種語音可以選擇 對 今天就說這角色 欸 適合怎麼樣的感覺 你就可以選一個相對應的這個聲音 這是我覺得 蠻特別的地方 因為一般 遊戲都是固定一個聲音嘛 哇 他不是 他是可以選三個聲音 那你也可以不要給他配音 就叫他閉嘴 不要配音 對 然後像這個 我們的奇魯諾 這就是那個 欠扁的小屁孩的聲音 對對對 這更屁孩了 這更屁孩了 OK 好 那關於這個 東方Lostover的詳細介紹呢 我們下一次直播 再給各位做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